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丽教授你好 你好 嘉宇好 各位观众好 谢谢您答应结束我家能够来上嘉宇的节目 因为之前我知道您也参加了一场座谈会 专门讲这个北韩啊这个朝核问题对吗 是的 好 刚才您要先介绍一下硅谷华人协会 稍微介绍一下可能观众比较陌生 硅谷华人协会是在2014年反对SCF5这场运动中成立的 后来呢这个组织就是保存下来了 我们目前的宗旨是一个是对华人社区进行一些法律和政治的教育 第二是促进大家Civil Engagement 就是参与社会活动然后进行参与政治活动 第三就是还有一个宗旨就是会提升华人的形象 得到就是主流社会的认可 那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宗旨 所以这个协会要继续的运动下去 会继续在社区会活跃下去 因为在湾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且感觉上您对于很多这个时事话题 甚至国际的议题都很关心 像上次呢您就对这个朝核问题 以及六方关系有很多的这个说明 对所以呢我觉得观点相当不错啊 所以特地也邀请您上节目 不过像我们先请光丽教授为我们解说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们讲到在讲这个川金会面之前呢 您可不可以稍微的说明一下这个中国 我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啦 就是中国跟朝鲜也就是北韩 他们这个历史的关系 大概的说明一下另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面 一直来是什么样的立场呢 当然这个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中国和朝鲜 从1950年代朝鲜战争中国参与到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核武器这个危机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脉络啊 就中国呃在前四十来年嘛 从1948年呃二战结束这个被朝鲜呃开始建国之后 呃大概冷战结束1991年前后的话呃 呃中国呃是朝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盟国啊 中国外交部形容中朝的关系 是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 呃当然50年到53年中国志愿军参加了这个朝鲜战争 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与呢 呃也是使得朝鲜呃战争呃处于停战状态到目前的这个重要的原因 呃1961年呃中国和朝鲜签许了一个呃中朝友好合作的互组条约呃 呃这个条约呃大概在2021年可能需要需要这个去呃呃 呃那90年代的时候呢本战结束呃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来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因为中国一个在国内推行了一些啊经济自由化的改革 呃第二个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开始和南韩接近 在1991年92年前后呢就开始和这个南韩要建立外交关系 然后承认允许韩国加入联合国这个使得这个中朝关系呢 处于一个比较变冷的状态 嗯哼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底 朝鲜当时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饥饿 呃呃 呃但是从金正日从200年开始呢 金正日也开始慢慢的和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话 开始有很多的接触啊 啊金正日啊嗯从2000年到2011年呃呃在他去世之前 这回话我推走了只好 呃大概訪問了中国大概有七次 是很多次啊 对 很多次 平常呢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经济相关的一些层面 呃中国也特别想了 呃处于自己地经军的需要 那最后到这个金正日 在2011年12年他这个去世之后 这个他的儿子上台以后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因为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问题 变得就是比较紧张 是所以目前大概的状况是这样 对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中国在他2006年 2006年这个朝鲜开始第一次的这个核武器试验以后 中国就参与了国际的一些制裁措施 是 但是呢直到近期 中国仍然是朝鲜的一个经济上的最大的一个支持者 就是因为很常写的贸易 对我们稍微介绍到这里 那刚才我其实我想很多人也觉得很亚裔 就是我刚才又跟这个李氏聊到 那就是讲到这个可以说是今年度以来 金正恩他的一个转变 让国际间都非常的亚裔 到底原因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后来和您聊 好我们今天呢关心北韩也就是朝鲜问题 美国跟北韩的两国领导人呢 马上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进行首次的会晤 其实刚才呢我们有请这个圣地牙哥州大的政治学教授光磊教授啊 我们做这个背景的一些说明 主要是讲的是中朝关系啦 那会长 不是会长 李氏李氏 李氏 您跟我们讲一讲 你觉得美国在这个上面的扮演的角色 你觉得才是big boss是不是 对美国其实就是说朝鲜问题要最后的要解决 其实讲穿了就是要中美两个两方最后背后的大boss同意 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 朝鲜战争其实也是这么回事 如果没有志愿军入朝的话 那竞争拳已经over 那同样道理停战刚才光磊教授也提到了 是因为中国军队的介入才达成了一个停战协议 所以呢到目前这个很重要 到目前这只是一个停转状态 并不是一个就是说 是已经 不是和平状态 就是不是一个和平状态 所以很多人期盼这次川经会会不会达成一个 北南双方的一个正式的签订一个就是说和平条约之类的 一个猜测 中战宣言类似的东西 但是同样要达成这个目标 其实最后看的并不是朝鲜和韩国 而是中国和美国双边的两边的大佬谈讨了 朝鲜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但实际上呢就是说 美国对韩国的控制可能比中国对金正恩的控制 还要能够强一点 是我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金正恩并不完全听中国的话 但现在就是这个现状 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很亚裔对不对 尤其金正恩感觉去年还在那边一直说 啊我要合适啊 我现在这个导弹可以进入美国本土了 一直都在感觉在恫吓 然后美国当然这里是不甘示弱的 川普也是这个两人来来往往的 一个骂你是疯老头 另外一个骂你是小伙见人这样 就既然要见面了 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哪怕独裁者也好 就是民主选举站来也好 本身还是希望这个国家会比较变得好 那朝鲜刚才光磊教授已经提到了 一直在那个国际社会的制裁下 他的经济是非常困顿的 那另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大家不要忘了 他总共从2006年开始有六次核试验 对不对 但是最重要的最后的两次 就是2016年的9月份和那个去年的那一次 这两次核试验呢 就2016年的那一次国际社会认为 它已经有核能力了 然后去年那一次 它其实有国际社会猜测 它引爆了一个清弹 加上它的长城飞弹的作用 所以其实上就是朝鲜目前的核能力 它是有可能达到美国西岸 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不能 simply ignore 就是已经不行了 那对金正恩来讲 就是说我手上已经有筹码了 那我可以用这个筹码来换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他金正恩这个背景 所以他其实都一步一步 对 企划好筹划好 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他过去跟美国谈的话 美国不理他 因为他一直想跟美国坐下来谈 双边谈 这六方会谈是美国把中国牵涉进来 他一直想跟美国单独签订一个条约 两国正常化 但是美国一直不理他 直到他认为他 我手上已经有足够筹码了 你不得不跟我来谈 否则你拿我怎么办 所以这是金正恩就是 所以今年他又摆出这个 对 他觉得他筹码已经足够了 所以他就突然放软姿态 就说我们来谈 进行和平谈判的感觉 对 光磊教授您的看法呢 光磊教授还得说 您说 对我同意叙律师的上面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呢就是说 金正恩之所以去 要搞他的这个核武器的计划 在某种意义上 他也是想摆脱中国 因为他知道在冷战以后 特别是在中国和韩国建交以后 他不能太多的指望中国 所以他非常希望和美国之间 能够面对面坐下来谈 在某种意义上 他的这个核计划 就是一种自己摆脱 中国控制的一个方面 当然呢在经济上 还有在很多别的方面呢 他还是要依赖中国 这是一点 就是中国对韩国的 对北朝鲜的这个控制力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特别强 第二个呢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大家 因为大家对金正恩有一个看法 觉得这个人有点这个 反复无常 反复无常 其实这个 我方便跟川普也有点像 但其实朝鲜这一贯的目标 就是为了一个是正常化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他希望能够跟美国 能够达成一定的这种协议 特别在冷战结束以后 他知道他不能够依赖朝鲜 依赖这个中国和苏联 其实他这是一以贯之的一个外交的政策 而且呢在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上 在90年代 1994年 拉成协议之后 其实有一度 在朝这个方面发展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布什政府上台以后 把克林顿政府的这个政策改变了以后 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僵了 一直到现在 好我们现在要再度休息一下 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这个主题要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提出来 18006166220 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现场 如果您现在看的是周五中午呢 这是做现场 所以欢迎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18006166220 同样的我们在礼拜 也是今天晚上11点钟会重播 而在礼拜天呢 7点半重播 而且在星期天啊 我们会有一个家常版的特别节目 45分钟的有话要说 同时在有话说之后呢 我们还会放一个 我们特别购买的 关于朝鲜问题的一个纪录片 有非常珍贵的 北韩的这些影像画面 跟访问资料 所以都请观众朋友 锁定收看 那我们现在来接听通 观众朋友的电话好了 这是张先生 请说 我想说的是呢 这个 北韩呢 他作为独裁者 他肯定不会放下武器 同时他肯定不会讲诚信 那么他一定招致 美国的外科手术 对此我觉得毫无悬念 同时这一次的峰会呢 新加坡的峰会 应该是不欢而散 我想请嘉宾预测一下 所以对这次的会谈 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是吗 好谢谢您啊张先生 我们先请 外科手术是肯定的 光磊教授您说 我认为这个外科手术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这个主要不是美国不想做 而是因为美国的盟国 韩国和日本的话 对此非常担心 因为首当其冲的是韩国 所谓的外科手术 就是打起来对吧 军事打击 对 就是外科手术打起来成型 我个人感觉呢 这次可能最大的可能性 是有一些小的进展 就是那有这种四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不欢而散 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呢 就川普和这个 金正恩 金正恩两个人来说 他们都可能要给予 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不会不欢而散 就是既然他们走到这一步 他们双方有很多 这个内部的协调了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 皆大欢喜 比如说就是朝鲜 他同意全部的这种非和无和化 然后呢 并且这个可能性呢 在这个会议上出现也不太大 那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说 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些小的 特别是在这个看上去比较好的 在这个媒体上 这个能够说得出去的一些 一些宣布啊 然后呢 美国呢会减轻一些他的制裁 然后就是北朝鲜呢 他会冻结他的一些 这个实验核实验和这个导弹实验 然后规定下一步的一些 一系列的谈判 这个呢是极有可能的 当然最后一种可能就是说 比这个更进一步 但不是皆大欢喜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这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但这个可能性呢 要取决于其他的这个地方的国家 比如说中国 包括提供这个安全的这个保证啊 然后会提出一系列的这个 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这个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途径 这也有一定的可能 但是不如上面的可能 可能要小一点 是 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提出了四种的scenario 我基本同意光磊教授的分析 那差不多我的看法也类似 那我这里要指出的话呢 就是美国想要什么和朝鲜想要什么 都是名牌大家都知道的 美国想要的就是半岛无核化 朝鲜想要的是跟美国的正常关系 经济制裁都解 包括停战 就是彻底的和平条约 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问题的关键是 双方没有这个互信机制 因为在过去美国的历史上的话 刚才就是光磊教授提到了 那克林顿的那个朝核协议 但实际上美方掌握证据 就是朝鲜一直在做那个研发 他们直到是 说话不算话 对2002年10月份的时候 美国拿出证据 然后朝鲜也承认了 所以才会导致就是后来 有三方会谈 六方会谈 拉中国进来卧旋 在中间六方会谈的时候 有至少有三个共同文件 但是朝鲜都没有遵守过 所以你让那个美国怎么相信朝鲜 这是美国这一面 那在朝鲜这一面的话 美国的record也不是很好 他答应给的那个清水的那个反应堆也没有给 那最重要的是前部段就是直接出发 川普不是写了一封信 出发那一件事情的 然后再有一个比较drama的事情 那出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是那个就是国务卿 蓬佩奥说了一个要用叙利亚模式 利比亚模式 利比亚模式 那利比亚模式是怎么样呢 卡扎菲在2003年完全弃核了 然后过了八年以后 阿拉伯之村 美国对 因为他没有核武器 结果呢利比亚被那个西方军事打击 结果卡扎菲铲死 我相信这个事情对金正恩的刺激 包括金正恩 这是邪的教训吗 非常大非常大 所以他也不会相信美国 那凭什么我们互相要会相信呢 中间所有人做宝都是没有用的 不光中国日本俄罗斯做宝都没有用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这是这个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双方互不信 所以呢但是呢 刚才光磊教授也说了 他们铺垫了这么多 那一定要给大家有一个成果出来 所以让大家都过关的一个交代 对吧 那又很可能就是说 光磊教授分析的那前两种的情况之一 我也是这么认为 是好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回到现场 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想跟我们分享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1-800-616-6220 稍微见 好我们最后一段了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一些光磊教授也是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说 因为像之前关于这个朝核问题 都是六方会谈 对 除了我们刚刚中国分析的比较多 美国也讲了各自的这个利益 那可不可以讲讲这个日本 还有南韩以及俄国 当然俄国的关系可能比较少一些了 对对 这些其他国家又在这个当中 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会长先说 李世先说 对韩国和日本来说 他们是首当其冲的 就是朝鲜的核武器 估计打不到美国 但能够打到韩国和日本 一定打得到他们 一定打得到他们 所以他们最希望的是 朝鲜半岛是无核化 就是不要有任何核武器 但也不要打仗 这是他们的基本的想法 所以六方会谈是怎么回事呢 最早的时候国务卿那个鲍尔 到中国来请中国斡旋 那是三方会谈 对 三方会谈了以后呢 日和日本和韩国觉得不对 这个周边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不参与怎么行呢 所以他们要求加入 那这样的话呢 美国就作为盟国 就把他们加入进来了 就变成五方 那中国这样一看又不对 就是说中国和朝鲜之间 就等于是两边和三边 有点不平衡 他们少一票 少一票 所以他中国就要求 把俄罗斯拖进来 那样就形成了六方会谈 那六方会谈 讲难听点 就是一个扯皮会谈 到宣言大概 共同文件有三个 但是根本没有 任何的成果 去执行 所以也知道 今天朝核的问题的一个困境 就是说 是六方会谈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那朝鲜就提出来 我要跟美国单独 坐下来谈 才会促成今天这个川晋会 光磊教授 我想也再请教您一下 对于其他国家扮演的角色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另外就是您觉得朝鲜 也就是北韩 他真的有可能会放弃核武吗 这次之所以川晋会谈能够成功 我觉得起最大作用的是 因为韩国 蒙杰英这个 他的积极促进 他是最大的推手 他是最大的推手 这个日本的话 当然也有点担心 就是川晋会谈的结果 是把这个战略性的导弹问题解决了 就是说朝鲜的导弹 或者核武器不能打到美国 但是它的中程导弹 能够打到日本的 还会保留 也就是实现直步的 这个部分的这种 这个结果对日本不利 而日本现在也特别很担心这一点 至于这次能不能够 达到这些目的 确实也现在来看的话 也很难说 比如说他们会宣布一些最终的目标 包括和平协议 包括半岛的无核化 但是这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间还会一来一去 这个很重要 是 好我想我们再来接通电话好了 这是张小姐 张小姐请说 你好 我是觉得从人性跟心理的角度来看看 他们两个的成长过程其实蛮像 他们都是生长在富豪权贵出身的 另外是他们的个性 你看看他们两个都是直言赶嗆的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他们如果不是烟火的话 可能就是爆出来这个燎原之火 所以我对于这个会谈 大家是万众矚目 可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有真正的把握 说他们会出什么样的精彩的火花出来 所以感觉你也不是太看好这一次会面 这个可能川普呢 尽管他是个人是这个样 但是呢他在美国国内受的牵制还是很大 那这个金正恩的话 他没有这方面的牵制 但是呢 中国和包括韩国都在不同程度上 对他会有影响 所以我是个人觉得谨慎的乐观 会有一些成果 但这个成果呢可能不至于 也可能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但是这个成果呢 不会一步就到位的 让朝鲜问题得到解决 这么多年的问题 对好戏还在后面 是 我完全同意光磊教授的看法 既然铺垫这么多呢 一定会有一些成果出来 估计呢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Somehow就是说大家各自能向国内交代 但是不会有什么就是突破性的 太突破性的进展 好那我们这个 好戏还在后面 是我们礼拜天的家常版呢 朋友就继续锁定 那么先谢谢光磊教授了 谢谢您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这个是星期天晚上的家常版 主要就是针对即将在六月十二号新加坡圣陶沙岛的 卡片拉酒店进行的美国跟北韩也就是朝鲜两国的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会面啊做的一个特别家常版那么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来宾是硅谷华人协会的李氏徐奇先生 徐理事再次的欢迎您来到节目 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很多是花在这个朝核问题上 以及这个川金会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议题上 刚才呢节目因为很短的关系啊 有一些重点 我们就是点到为止 其实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也非常好奇的就是 金正恩这个人 他一直以来感觉很神秘 然后变化无常 对不对 然后翻脸跟翻书 然后也有很多的传言说他什么 处决了自己的辜负啊 然后这个 对 然后一些处决的方式惨无人道 然后加上他哥哥的这个很神秘的死亡 所以您这个overall来为我们这个您的解读 金正恩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金正恩刚刚开始上台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 嗯 太年轻 认为他就是说没有办法掌控权力 因为他只有上台的时候大概28岁 不知道30岁 那金正恩这个本人呢 他是在西方说的教育 在瑞士上的学 然后是回国以后一直受到就是他父亲给他的帝王之术的教育 就是当储君培养的那种 怎么掌握权力 怎么掌握权力 就是你们看过什么宫斗戏的话 这种就金正恩就是应该是特别擅长的 所以包括他把他的辜负处决了 包括他把他的对他哥哥下了毒手 当然现在没有确准的证据说是他 他没有承认哦 但是我们大家用自由新政的话就是基本上认定是他他动手 最有可能他动手 最有可能他动手 那这些都是可以解读为就是巩固权力的一些手段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金正恩对北朝鲜的掌控 北韩的掌控是百分之百的 完全掌控的 底下没有一些反对势力吗 有反对势力都被处决掉 或者人家就不敢说嘛 就是一样 那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川普就是说是完全不同的 川普在美国是受很大的牵制 前面那个光磊教授也说了 对 他要对美国国会交代 人民交代反对党 党内还有就是民主党 共和党内还有建制派非建制派 还有跟他敌对状态的媒体 所以说川普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但金正恩对北朝鲜的掌控是百分之百 就是说 老不可破的 目前看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金正恩只是他的 北韩的那个国力比较弱 那金正恩疯狂发展那个核武器 这不是他开始的 是从他爷爷这一辈就开始的 那主要的问题是 他们对安全的不信任感 他觉得有了核武器才能有安全保障 那特别是就是苏联和东欧 倒掉以后 那中国又跟韩国接近 他有一种感觉就是被大哥抛弃的那一种感觉 这个关于教授之前也分析过 所以说他发展核武器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为了摆脱中国的影响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前提下呢 他是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的 因为放弃了核武器他就丢了筹码 那谁也不能保证就是说他会跟卡扎菲 不是跟卡扎菲一样的下场 那这是从金正恩的角度来讲 正因为他处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那这个跟川普有一点点像的时候 川普在当boss的时候 就是apprentice的时候 他基本上也是可以就是说为所欲为 他对他的川普集团 川普集团他是100%的掌控 但是美国他没有办法100%的掌控 那两人性格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有一点捷径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是alfa male就是这样 那感觉他们是比较强势的人 比较强势的人 而且要掌握局势的感觉 对就是说金正恩的还有一个比较的 就是他他基本上是不安排里出牌的 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碰上川普也是一个不安排里出牌的人 那推系才好看 所以说呢就是说最简单的例子是4月27号 他跟文在寅握了手 然后会谈得很好 气氛非常好 然后他还说我第一次跨上了 那个南朝鲜的土地 什么很感动的 那过了几天突然又翻脸了 说你们那个军演不行是针对我的 那实际上在那个就是跟文在寅那会面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说这是例行的军演 我是理解的 对不对 然后突然又翻脸了 然后没想到碰上一个更不讲理的川普 直接一封信跟他说 说我们不见就算了 就cancel掉了完了 然后他一下又害怕了 害怕了以后 就是说朝韩总共有四次会谈 对吧 第一次是他前两次他爸爸一次跟金大宗 2000年一次是2007年 最后两次就是4月27号和5月26号那一次 5月26号那一次是什么呢 就是5月24号川普跟他说我们索性拉好算了 我们就不见了 然后他就害怕了 他害怕 马上通过文在寅在斡旋 5月26号马上再去放软 然后再促成这一件事情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金正恩来说有一定的不安理出牌的性格 但是抗压性不一定有他的爸爸和他的爷爷那么强 这是我的分析 这是我的一个分析 这一方面他可能很反复无常 不安排理出牌 像您所讲的 完全是不安排理出牌 但另一方面呢 他也可能很有弹性 其实你看就是六方会谈的每一个 就是说每一次都是朝鲜我先答应我不发展了 过两天蹦 又一个核实验出来了 过两天又一个出来了 完全就是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他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也是带下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六月十二号达成什么协议 又谁来保证这个协议真正能够得到执行呢 这是一个是个big question 对没有错 所以在双方都缺乏互信 甚至六方都缺乏互信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继续聊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有话要说 周日加长版 同时呢也要再度预告一下 等一下呢 再过七分钟左右 我们就会有前进北韩的 就是凤凰卫视的特别报道 您将会一窥北韩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 所以是非常珍贵的纪录片 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 刚才这个有更深入的分析了 金正恩这个人 他其实也是非常的有谋略的 而且有很多地方会让人家想到 当年毛泽东主席用的一些手法 你们看看的话其实很接近 中国当时也是拼了命的把原子弹和氢弹研发出来 那一研发出来就是向美国就示好 然后就有乒乓外交 然后是基辛格访华 然后尼克松访华 然后中美关系就正常化了 你看这个一条路 朝鲜好像走得有点比较接近 有点像 他也是先不顾一切 先把原子弹招好 招好了以后 等于是我有了安全保障 那我再来跟你放了 就是我跟美国开始正常化 那我来跟你谈 你要什么都可以 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一根底线 就是核武器这个弃核这个底线 他不会放弃 那我就看那个 无论如何是不是 他都不会放弃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 因为我相信那个卡扎菲的教训 对金正恩来说会太深刻了 所以说呢 其实也是在金正恩 就看川普能不能达到什么成效 就是达到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我是谨慎的怀疑 就是估计是很难达到这个 这个目标 但是有可能有些中间的 有一些什么小的 agreement 或者沿着这个目标 有一些 因为双方都要有一些 deliverable 就是说要有一些交代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北韩的 或者是以相关的报道来看 北韩它现在的核导弹 它真的这个核导弹 可以达到美国本土吗 能达到西岸 按照目前的数据来讲 就是大家国际社会上普遍能为它有长城导弹 应该有这个能力 然后它又有核武器 核武器是从2016年9月份 一般国际社会认为是它已经拥有核武力的 根据的数据撤出来 所以它有可能达到美国的心安 那当然美国整个本土 这就是原因 就是没办法了 这个事情就变成闹不过去了 因为过去的时候 我可以不理你嘛 你怎么样 你也打不出来 你核导弹也没有真正成功 是 那我们再讲讲 进一步的分析一下 这个六方的角色 刚才当然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一些了 但是您觉得这个两韩 他们自己的希望 可能是希望能够达到和平 统一 对不对 但是你看看其他这四个国家 乐见这个结果吗 尤其是中美 怎么讲呢 就是中美当然希望韩国 包括韩国 日本 包括俄罗斯在内 可以讲六方 除了北朝鲜以外 所有的其他五方都希望半岛无核化 这是确定的 这个利益大家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 除了北朝鲜之外 那另外就是 两韩的统一就不一定了 那韩国和朝鲜 当然都希望统一 差别就是谁统一谁 就是是北朝鲜方面是希望北方统一南方 南朝鲜方面是希望南方统一北方 那一方的军事实力强 另一方的经济实力强 那这个就是说双方在对峙状态 那剩下的四方呢 其实呢是都不希望朝鲜统一的 他希望朝鲜能够永久的分裂 最符合大家的利益 最符合大家的利益 实话实说就是这样的 先从美国分析起 美国并不希望朝鲜 就是说这样一个 维持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他可以实时的就敲打一下朝鲜 当然前提是朝鲜没有核武器 威胁不到他自己的情况下 所以说他 而且他还可以在南海 布置这个萨德飞弹 可以牵制中国 可以用来牵制中国 总是一个话题在那里 对 这是美国的 中国也不希望他统一 因为历史上 如果一个统一的朝鲜 在东北亚的话 就是说对中国的 不一定是好事 而且就是感觉另外一个 这个亚洲的强权会出现吗 因为两个 就是改变区域平衡 包括日本也是不太愿意统一 但朝鲜民主本身 当然是他有很强的统一愿望 南北韩都是这样觉得 对 他们都只是 差别就是谁统一谁的问题 但大家也要想一想 如果韩国真的统一的话 是挺吓人的 是一个拥有核武器 拥有能够打到 就是包括中国和美国西岸核武器 包括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 你看现在韩流多厉害 经济实力 韩国大概GDP是全世界排名第十左右 对 非常强 就是一个经济实力 还有人口 人口也将近大概有六七千万 七千万的人口的一个 一个power的 就可以算是一个power 那你想想周边哪一个国家乐见 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网上有一个玩笑 就是说如果韩国真的两韩统一了 就是它既有原子弹又有萨德 然后又有很强 北方有三星 还有北方有矿产 还有韩剧 这样一个power 你想周边的哪一个国家愿意看到 不乐见到这样一个区域性的power 就打破整个平衡的 但大家对各方来想的只是希望 他们半岛能够无核化 然后现在三%就永远这样三%下去 可能比较符合 符合周边国家的 四方或者其他周边国家的利益 当然这个话肯定不能这么说 他们台面上不会这样说 台面上肯定不会说 心底力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希望 一个盘算 那您觉得这个 以北韩来讲 美国对他们的经济制裁 是不是对他们国内的 这个经济状况 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伤害 因为所有跟韩国做生意的公司 它都要制裁 所以没有人敢跟你做生意 你只能偷偷的弄 那偷偷的总是有限 就一点点了 中国也不敢明目张胆的给 因为这个也是直接触发美国 不光这个 这个制裁是联合国的制裁 并不是美国对它的制裁 是联合国有一个决议 有一个决议的 我忘掉了 一试多少 忘掉有一个决议的号码 就是对朝鲜的制裁 这是因为朝鲜屡次进行核试验的一个制裁 那国际法的条约 中国也要遵守 毕竟中国在国际上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 不能乱来 而且它也是常任理事国 你最多只能偷偷给它一点点 那能有多少 所以对于北韩来讲 他们国内的经济状况是有很大的压力 希望能够去掉经济制裁 这样至少的话就是韩国国内的北朝鲜 北韩的人民的生活能提高经济能够发展 是但是这个川经会也要举行在即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它能够有一些进展 对进展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铺垫做了这么久 是不能够空手而归 不可能空手而归的 一定会有一些什么协议出来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啊 徐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同时不要忘记咯 继续锁定我们的特别报道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会 谢谢